在關心學生小孩的環境 中法官105年館長輩 小燕金表施 在一月找到要來練習幾乎三天 不過現在算是來團村 在比賽上場 不可以進去中法庫格中 不用去立法橋押必須的加分項目 這也讓很多加長到連是真想起 集合套過民意代表 聯合向館政府來登場 提出兵材的觀眾和上過期的經濟資料 一大堆的加長到甩繳的高齡 公開向館互告指定中 我們常不來的學校現在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要是說要推動才會推動不走 你這個差不多有內部 我們白費是應有無用的資料 他們五點半練到七點 七點下課你永遠看不到學生現狀 一定都練到七點半八點 家長也很用心買點心來給這些小朋友吃 那今天你讓這些學生知道這樣的狀況 他們心態上一定是沒辦法接受 因為中法要是日後的比賽行動 陣東小組人員 日子加分行動必須要有好騙性 摔角委員會競標 館長規的摔角金票賽 已經有二十五間國中報名參加 館長規 館府也很支持 因為是讓我們通過 也要花錢叫我們搬 但是我們報名一支是十月錯誤就要一支了 這還不能公開啦 因為這還沒比賽 但是這些名策 這是選手的名策 但是還不能公開 但是我今天為了這件事 我拿出來說 十月錯誤一支 我們十月二十 審查小組 改六個開花 差不多必須不必要很過 官府告的證明是 這個政策不符合普遍性 其中的數量是五十% 也不符合猜忌關節 所立的最高二十%的關節 所以會議決議 不必要是加分的比數 早上新聞電視頻講話 蔡宏不得 不必要是一支